聽到金馬路也說你大哭 然後說我大哭 說你哭了 我有哭 但我沒有大哭 我是有掉眼淚的 我記得我跟周冬宇發的第一條信息 是什麼都沒說的 只是在裡面尖叫 就是啊 一個很大的叫 然後他回我的也是這樣 也是啊 就叫了一聲 所以就是那一刻我已經非常開心 然後我記得他其實就接著很快 就宣布導演的那個提名 然後我還是在那個很興奮的狀態裡面 就一直跟我爸啊 然後金智啊 演員們一直在發信息 就沒有 已經沒有在看那個直播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跟女朋友一起在 然後我聽到他在我後面 因為我一直已經在發了 封的那些走來走去的發信息 我聽到我女朋友很大聲的叫了一聲 然後我回頭看他的時候 他就已經很累一直在揉 然後我就我就開始想 哎 不是吧 然後我看看電視就看到自己的名字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真是真的一片空白 就 啊 因為真的沒想過自己會有份 然後啊 然後那個時候就開始掉眼淚了 我自己的話 其實我從頭到尾沒有想過 我是一個男生怎麼去拍一個很女性的電影 因為我覺得一個導演其實你必須有同理心 就是你必須能理解你的劇本裡面的角色他們經歷了什麼 或者是他們整個戲裡面他們經歷的那個整個感情的那個轉變是什麼 所以我第一天我接到這個小說我看完以後 其實我沒有在想我是一個男生我怎麼去看待女生 我完全能投入他們的世界 我覺得這個是做導演必須有一個條件 然後還要再說的話 可能跟我成長也有點關係 因為我覺得我小時候我爸很小在身邊 然後我都是跟著我媽長大的 然後我媽跟我外婆永遠都是一大幫姐妹的 所以我也算是在一個女人堆裡面長大 所以我從小都已經覺得女人很複雜很麻煩 但那個複雜跟那個麻煩對我來說是很吸引的 我跟我姐跟我爸一直在開玩笑 我覺得我們要找一個戲來合作 就是可能我們三個一起演 或者是我來導他們兩個來演 我們挺希望能這樣發生的 但是沒有真的很刻意說 很有計劃說要怎麼去做 安生這個角色是比較搶戲的 就他很多角色裡面的設計 讓他會比較讓觀眾抓到觀眾的吸引力 但是我覺得七月是比較難演的 因為在前面他感覺比較平淡 比較單一的比較單薄的 但其實他就是因為有了前面那個 那個平穩 他後面那個轉變那個爆發才有力量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有知數的演員 才能把持得這麼好 因為很多時候尤其是兩個女主角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比較 可能你會覺得前面這個女演員的戲 東宇的戲都搶了我的戲 他會自己可能跟導演要求要加一些什麼 或者是他在自己的表演裡面會加一些什麼 會希望把那個戲搶回來 但思純真的一點都沒有 他是很紮實的很平穩地演了前面 所以有了前面他這麼平穩 後面他的轉變他的爆發才這麼有力量 我覺得這個是我很佩服他的一點 他的所謂就是令人很緊張 我們其實才是想要去的 我們可以讓他當時 我們有一個最寬的